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计划 柳石楼 真没想到啊 久未返回神都 这刚一回来 便碰上白蕾二郎你了 有时狼也变了不少 白蕾二郎倒是一点都没变 说起来你离开神都 应该有个几年了吧 有了 我还记得那年年初 带山国使者来访神都 送了两只狮子作为觐见之礼 你我同去观赏 回来的路上 你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至今都记得了 龙宗之寿 微风尽湿 扫兴之急 我虽出生名门 但是呢 却无心功名 所以啊 常被家中长被赤子 白蕾二郎那句话 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一下子就把我给点醒 所以你后来离开家 去了西域经商 就因为我这句话 那时候的柳峰啊 就正如同这龙中困兽 后来呢 离开了神都 到了西域 就好比野兽返回山林 终于啊 不再受那条条框框的 处复之苦了 我那句话 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是说给你 珊瑚的手势 那还在哪里 如果就好 陈居然 一定会不会 那边 如果 也不就好 我们在一起 就好 总好 我们去 撒瘦 是吧 柳翔 你就生过了 你阿杰现在也在百里服装 什么意思 我已与你阿杰成亲了